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获取最新女排消息,请点击订阅 2023年女排奥运赛很快就将开打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依旧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 时刻准备迎接比赛的到来 各支参赛队伍也都提前公布了14人名单 包括意大利、塞尔维亚、泰国以及众多球队均调整了参赛阵容 其中最让人意外的 莫过于意大利女排核心主力埃格努的缺席 她与主教练马赞蒂的矛盾日益加深 恐怕连巴黎奥运会都将错过 身为东道主的中国女排 同样对参赛阵容做出了调整 吴孟杰和丁霞的加入 替代了试联赛出战的杜清清和徐晓婷 可以说本次出征的最大变化 特别是老将丁霞的回归 很大程度提升了板凳深度 她将用丰富的经验给新人们起到帮传帮代的作用 至于吴孟杰的作用 主要是蔡斌用来冲锋陷阵 她到了国际舞台能否延续亚锦赛的出色表现 非常值得期待 不过就在奥运赛14人名单公布的同时 杭州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随即揭晓 中国女排在赛程有冲突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双线作战 而亚运会由于参赛名额数量的限制 蔡斌不得不对奥运赛的阵容进行缩减 她选择从复工和自由人两个位置入手 首先来说下复工位置 郎平时期高益一直是公认的第四复工 杨涵玉得到的表现机会更多 直到蔡斌走马上任后 杨涵玉大多数时间都扮演了骑兵的角色 的确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可是这一次亚运会 蔡斌罕见地弃用了杨涵玉 转而提拔了高益上位 这位昔日的天才少女 折服多年终于重获新生 很大一部分原因 得益于高益在今年大运会的精彩表现 她的拦网判断能力 以及对时机的把握有很大的进步 再加上进攻端的提升 高益因此在国家队站住了脚 初战亚运会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来说说自由人位置 每当参赛名额只有12人的时候 中国女排都不会考虑派出双自由人出战 无论是郎平还是如今的蔡斌 都只带上一名自由人 王梦杰作为公认的第一人 自然而然就拿到了参赛资格 为此倪飞凡的出局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她依然需要时间去磨练自己 继续追赶王梦杰的步伐 因而对于杨涵玉和倪飞凡的出局 有值得意外的地方 也有意料之内的地方 同时本届亚运会其实还出现了新的惊喜 那就是吴梦杰的一军突起 与高益相同的是 吴梦杰一出道也被冠以天才少女的称号 她还被球迷们称为小朱婷 两人的身体条件确实很相似 如今吴梦杰顶替了杜清清的位置 携手高益逆袭了亚运会名单 不得不说蔡冰的用人手法还是挺高明的 看到这两位天才少女齐齐崛起 不少球迷也不禁感慨中国女排人才辈出 我们也期待中国女排能有更多的新人帽间 争取帮助中国女排再创辉煌加油 9月16日巴黎奥运会女排资格赛就将开打 近日李盈盈在接受采访时 也称中国女排准备好了 江苏小将吴梦杰凭借成都大运会亚锦赛的出色表现 也入选了奥运资格赛14人大名单 那么她能挤掉进攻不力的王云露占据首发吗 女排东京周期六大主攻仅剩下李盈盈 王云露在球队低谷期成为首发主力 王云露在入选蔡斌组建的国家队前 她还一度有了退役的想法 她自己也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能成为中国女排的首发主攻 实际上中国女排最豪华的配置还就是在主攻位置 东京周期我们有朱婷 张长宁 惠若琪 刘晓彤 李盈盈 刘燕涵六大主攻坐镇 朱婷 张长宁为首发七仙女 惠若琪作为上一周期王云露的对角 攻防全面 大赛经验丰富 刘晓彤在李约对阵巴西一战成名 刘燕涵也被球迷称为二队朱婷 然而到了备战巴黎 中国女排的主攻线竟然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 朱婷 张长宁因伤至今未归队 惠若琪 刘晓彤退役 刘燕涵因伤病和年龄问题 也未能入选国家队 六大主攻仅剩下了李盈盈 蔡斌重组中国女排 不得不再重新搭建主攻框架 由于巴黎奥运备战仅有三年 年轻球员在技术能力 比赛经验上 没有足够的成长时间 蔡斌都是以选择中生代球员为主 就此 王云露 金业 仲慧 杜清清等人得到了上位机会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王云露一船顶得不错 但是进攻非常不理想 李盈盈对角主攻强攻不强的问题 是中国女排最大的一个瓶颈 作为主攻 我们不能仅用一船来衡量王云露 否则光有一船 防守 没有进攻 那王云露跟自由人有什么区别呢 在中国女排奥运资格赛的官方海报上 吴孟杰的扣球高度为3米15 是所有球员中最高的 吴孟杰虽然是首次代表中国女排打国际比赛 但是考虑到仲慧王云露的强攻能力 吴孟杰在进攻端 或许能够帮助到球队 朱婷彻底无缘奥运资格赛后 吴孟杰就曾加入主力组进行集训 蔡斌应该有准备 蔡斌在备战奥运资格赛上 一直等待的是朱婷 毕竟朱婷 理应联手才能更大限度的 保证中国女排提前拿到奥运门票 朱婷因伤无法回归之后 蔡斌就不得不寻找主攻位置上 第二个强攻点 奥运资格赛 我们将面对强攻实力不俗的塞尔维亚 多米尼加 荷兰 仅靠李盈盈一个强攻点 就会出现世界联赛对阵土耳其 强攻独目难知的局面 吴孟杰的扣球力量 速度与成年组还有差距 不过对手对他还不是很熟悉 眼下中国女排主要是打快 对一传的要求比较高 为了保障一传蔡斌 肯定还会坚持王云露首发 对于吴孟杰的一传问题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上去打个替补 蔡斌也只是 用吴孟杰的进攻 而不是主接一传 在出战亚锦赛前 吴孟杰就已经出现在首发阵容中 与李盈盈 刁铃鱼等人磨合了 奥运资格赛是中国女排 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赛 以蔡斌用人比较谨慎 保守的态度 王云露恐怕首发的可能性还更大 大家觉得吴孟杰能成为中国队的骑兵吗